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 同他的妻子撒非拉卖了田产 把嫁淫私自留下几份 他的妻子也知道 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彼得说 亚拿尼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叫你欺哄圣灵 把田地的嫁淫私自留下几份呢 田地还没有卖 不是你自己的吗 既卖了 嫁淫不是你做主吗 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 你不是欺哄人 是欺哄神了 亚拿尼亚听见这话 就扑倒断了气 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有些少年人起来 把他包裹 抬出去买葬了 约过了三小时 他的妻子进来 还不知道这事 彼得对他说 你告诉我 你们卖田地的嫁淫 就是这些吗 他说 就是这些 彼得说 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 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 移到门口 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 断了气 那些少年人进来 见他已经死了 就抬出去 埋在他丈夫旁边 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 都甚惧怕 主见使徒的手 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 他们都同心合意地 在所罗门的廊下 其余的人 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 百姓却尊重他们 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 连男带女很多 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 放在床上或褥子上 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 或者得他的影儿 照在什么人身上 还有许多人 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 从耶路撒冷四围的诚意来 全都得了医治 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仁 就是撒都该叫门的人 都起来满心记恨 就下手拿住使徒 收在外间 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间门 领他们出来 说 你们去站在殿里 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 使徒听了这话 天将亮的时候 就进殿里去教训人 大祭司和他的同仁来了 教祭公会的人 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 就差人到间里去 要把使徒提出来 但差役到了 不见他们在间里 就回来禀报说 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 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 极致开了门 里面一个人都不见 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 心里犯难 不知这事将来如何 有一个人来禀报说 你们收在监里的人 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 于是守殿官和差役 去带使徒来 并没有用强暴 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 带到了 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 大祭司问他们说 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 不可奉证明教训人吗 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 充满了耶路撒冷 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 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 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 叫他做君王做救主 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 我们为这事做见证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也为这事做见证 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 想要杀他们 但有一个法利塞人 名叫加玛列 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 在公会中站起来 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 就对众人说 以色列人啊 论到这些人 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 从前杜达起来 自夸为大 负从他的人约有四百 他被杀后 负从他的全都散了 归于无有 此后 报名上策的时候 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 引诱些百姓跟从他 他也灭亡 负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 现在 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 任凭他们吧 他们所谋的 所行的 若是出于人 必要败坏 若是出于神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公会的人听从了他 便叫使徒来 把他们打了 又吩咐他们 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 就把他们释放了 他们离开公会 心里欢喜 因被算是配位证明收入 他们就每日在店里 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 传耶稣是基督 使徒而牢房戒备森严 但奇妙的事却发生了 主的使者夜间开了间门 领他们出来说 你们却站在店里 把这生命的道 都讲给百姓听 亲爱的朋友 相信主耶稣 拯救我们脱离罪的侠制 就是为了让生命 去影响更多的生命 虽然有时候会遇到拦阻 也会害怕这个 顾虑那个 但让我们彼此鼓励 只管凭信心 专注在神 交给我们的使命 一起勇敢传福音 翻转更多的生命吧 我们亲爱的哥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拯救我 我愿意去把这份爱 传给更多的人 使他们也得自由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的生命 在神的话语中 得着坚固 发挥美好的影响力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帮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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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